与科技总会的事务会长,孟德聪一科 首先第一件事,你要介绍自己 其实我是做ISP,开个Data Center 跟Joe,他可以叫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他又搞内容,内容在哪呢? 其实是在我的数据中心 对于我和Joe来说 我们两个人就像起路和管路 路上如果发生了问题,就像撞车 出现了事情,老实说,其实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又不是开车的 但是在现行的法例之下 其实我和Joe这个公路提供者 或者我们叫做基建提供者Infrastructure 今天是帮了获卷 在以往的例子里面来说 只是说版权的例子 我们曾经因为一些侵权的文件 要将我们租给人 即是换句来说,Ownership是我们的server 就交给执法人员 交过去不是几天可以给我们的 动下一年半载 说到一年半载的话 就牵涉到我们IT行业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即是你一年前的电脑卖给人 不知道值不值钱呢 那大家都会回答我傻 我怎么会买一个一年前的电脑 你真是找笨 换句话来说 配合警方的执法行动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公司资产 丢到南水海 这种情况其实到今天 我们也是没办法不去面对 而且天天在面对的 无论是版权的问题 或者是刚才所说的戏房 二次创作 其实对我们这班所谓的公路提供者 Infrastructure Provider 是一个非常痛的问题 在上次的版权咨询 因为中间就有那个避风港 在避风港那里 界定了清楚很多 我们作为Infrastructure Provider 就是那个平台的提供者 那个责任是怎样的 其实是我们觉得对我们业界的操作是很好的 因为今天那个分享 都是主要是讲业界的目的 所以可能今天有我讲话 一点点和这个意识创作 不是太大关系 但是我要讲清楚 其实我们就是将个地台 给你们意识创作 但是这个地台 我可以跟大家讲 在今天的法例之下 是一个又松了 又多陷阱 又多洞的地台来的 平心而论 如果搞清楚了现在 在那个意识创作 或者是这个戏坊 那里的界定 再在咨询里面 搞好这个 就是我们做平台提供者的 那个避风港的问题 我可以很肯定地和大家 甚至是做意识创作的人说 我们这个平台是更加稳固的 大家的权责也都更加清楚 我们都更加乐意去给更好的服务 给你们去创作的 当然这个就要政府和你们创作人 中间去拿个平衡了 那我们这一班提供条路的 就永远不希望我们的路上 就有车祸的 其实我的角色很清楚 大家也有说 我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该创意的科技总会的成员 我也都想讲一讲 就是说大家也都不要那么受视 这些创作人 或者是版权持有的人 那我都明白 有些版权持有的人 就不是创作人来的 亦都是今次在网民的讨论里面 就被指出他们的角色 是很特别的一个角色 但是其实我是很支持创作者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的 去到界定清楚一点点 一个产权或一个版权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创作 可能真的一个毫子一个毫子都收不到 其实我们都是要为 我们下一代的创作 去做一点点工作的 所以其实我去到看的话 是很希望版权持有的人 可以清楚地建立一个渠道 去给大家玩二次创作 变成了大家就不会像今历一样 我要将你的影片搞 我就可以搞的了 反而人家就觉得很不开心 但是搞创作那个 老实说 如果是没得搞的话 他们都没有了一个渠道去表达的 其实希望正如政府所说 今次这个咨询 是可以有一个平衡在 还有就是说 在好程序化的讨论里 我们可能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 但是如果大家冷静点看一看的话 从不同的角度看 其实可能他们都是 有自己要捍卫的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冷静点去讨论这件事 多谢各位